新竹市国中小营养午餐 从今年度学期开始 禁用豆类的基改食品 新竹市教育处长杨传联 22号中午来到三名国校 了解学校对于非基改食品的把关 并和学童们一起共进午餐 从这学期开始 新竹市政府在我们既有的政策之下 也针对非基改食材的部分 折收了每学期大约400元的经费 也希望能提供学校 在午餐的食用上面 更具健康及环保 能让这样的一个政策 能彻底执行 三名国小中央厨房 每天所要准备的食材 要供应三名东门 以及东元三所小学 人数约6300份 因此校方在食材把关方面 自行将食材送往食品研究所 和SGS检验 确保食材来源无余 我们学校的应用方面 是从几个方面来做努力 第一个就跟厂商的一个合约里面 我们在合约里面就明显的规范 那一定要全面的使用飞机港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监督的机制 我们每个月固定的抽烟一次 那以学校来 我们学校来讲 因为供应量很大 那我第一个月就是 同时送市民研究所 跟SGS这两个系统 那也真的都是完全都通过 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 从严格要求厂商 相关的食材的来源证明 一定要留存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营养师 每天做这样的把关 那把关之后结果 我们之后有一个平台 做一个公告 由于三民国小的中央厨房 负担三所学校的营养午餐数量 是全市19个中央厨房中 用餐人数最多的中央厨房 三民国小家长会长 也建议市府减量为品质把关 学生呢我看也都吃得很开心 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说 在市府这个部分 可以尽量让我们的公餐量减少 达到值跟量可以均衡更好 怎么说 就是希望市府可以减量 就公餐的人数可以减少 比如说现在我们有6300 为了学童的供应量 确实是太多了 厂商要兼顾品质 品质是有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缺失 希望假如说达到更好的话 就是在人数的方面可以减量 午餐时间学生们依序排队打菜 学生们对于菜单的安排 也吃得相当高兴 目前营养午餐补助 国小每餐35元 国中每餐38元 改用飞机改食材 所增加的一学期 400元午餐成本由家长负担 至于弱势学生部分 协助学生安心就学费用部分 由市府全额补助 开播新主观事联采访报道 旅则 最你在